自范冰冰经历了一场众所周知的风波后 演艺事业就受到了严重打击 甚至一度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 尽管如此 先前敲定的国际大片355 还是没有放弃它 继续启用范冰冰作为主演之一 据悉这部被称为范冰冰付出之作的355 6月底就在巴黎开机 范冰冰却迟迟没有进组 开机合影中 主创团队悉数到位 赌缺范冰冰 大家不得不举着她的照片合影 结实目前范冰冰仍未启程奔赴剧组 或许范冰冰这一行为 引得电影片方强烈不满 近日在剧组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时 转发的文章中 就有大量丑化范冰冰的描述 例如这文中关于范冰冰的介绍 特意描述了范冰冰去年经历的风波 还称之为355遭遇的难关 相信范冰冰对这件事还是比较忌讳 而电影官方却转发了这样一篇报道 无意于往范冰冰的伤口上撒盐 网友们猜测 官方转发这样的报道是在表示 对范冰冰迟迟不尽足的不满 你怎么看呢